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 家常酸豆角好吃又简单的腌制方法 把清嫩的长豆角放入清水中 然后再放进适量盐 让清豆角在盐水中浸泡十几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清豆角上的浓缠流物 清嫩长豆角泡好盐水以后 给它去头去尾 然后再用清水把去了头尾的豆角 清洗干净多清洗几遍 做酸豆角一次不用做太多 做一两餐就够了 因为很简单 吃多少做多少 清豆角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捞起沥干水分 把它摊开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或者用风扇吹干 把清嫩的长豆角晒干晾干水分以后 表面都没有一点水分 把豆角切成段或者切碎 做酸豆角的过程中不要碰到油 碰到油会容易发霉 豆角切好以后把豆角放到一个 没有油没有水干净的大碗中 接着再切几个小红米椒 把小红米椒切成圈 再准备几半蒜 把蒜切成片或者把蒜切碎 把切好的小红米椒和大蒜 也放到装有豆角的大碗里 接着放进适量盐 盐不用放太多 就像平时做菜一样多就够了 再放进一小勺高度白酒 把它颠匀 或者是用勺子 把它拌匀 把豆角和盐 白酒拌匀 接着拿了一个 无油无水干净的可以密封的瓶子 或者别的容器 把拌匀的豆角 装进瓶子里 豆角装好以后 密封盖盐时 放到阴凉处 尝一下 自然发酵两三天就可以吃了 两天以后 两天以后 锁上一些半白瘦的肉末 再切一点蒜末 热锅热油 放进蒜末 变香 然后再把剁好的肉末放进来 翻炒 翻炒至肉末变色 放进一些料酒 翻炒 接着再放进适量生抽 翻炒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把腌制好的酸豆角倒进来 翻炒不停的翻炒 炒至豆角有一点点干 倒进少许清水 翻炒均匀 小焖一下 炒干水分 就可以了 今天特别开胃又爽脆的加强酸豆角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收藏点赞关注我吧 至宜 炒均匀 炒均匀 在炒均匀